在这次王宝强和马荣离婚案的核心,一直都是围绕着王宝强,送着和马荣三人来进行,其他的都是友情客串,但是,有一个人,虽然一直被忽略,可是他却是这次离婚案漩涡最核心的人物。 这个人,就是王宝强的新人经纪人任晓妍,那任晓妍是谁呢?跟宝宝离婚事件是否有关呢? 接下来小编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下,任晓妍个人资料姓名,任晓妍职业,经纪人,宝宜荣营业有限公司CEO所在地,被经历业院校,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客,http-asas12345.blog.sohud. www.com微博,http-weibo.com.renxiaoyan227翻开任晓妍的微博,发现她一个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妹子,性格比较的低调,没有什么自拍照,但反有点消息,无非就适合王老强鼓动,再要么就是宣传电影,和关心家乡形态的水灾,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内敛的妹子, 感觉不是一个很高调的人,大家可以去他的微博看看,任晓妍目前微博的粉丝人数有3万多,几乎都是宣传的微博文章,但是任晓妍可是关键的人物, 不管在王宝器的感情,或者是事业上都占据不可护士的地位,任晓妍的微博地址,http-weibo.com.renxiaoyan227 任晓妍出轨以后,王宝强原来的经纪人宋哲也被辞退,而任晓妍将会全面倒,接替宋哲的职务,成为王宝强的新任经纪人。 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人不了解这位任晓妍究竟是谁,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何方神圣,能够成为王宝强的经纪人。 下面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,这位新任经纪人任晓妍,任晓妍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,2010-2014年曾在乐视网工作,2014年跳槽到了宝奕荣,先是在内容投资部工作,后担任宝奕荣的CEO,任晓妍微博里称呼王宝强卫哥,任晓妍也的确是一位文艺女青年,她的简介是好多文艺青年的签名档, 都会用上的要么旅行,要么读书,身体和灵魂,必须有一个在路上,任晓妍是娱乐圈李志明的剧片人,曾经在王宝强自导自演的电影大闹片竹中担任制片人,也算是和王宝强有共合作。 除了在电影上两人有共合作之外,其实还曾经合伙开公司,比如王宝强的宝奕荣影业里,王宝强的前级马荣,就出资1500万,而任晓妍则出资了500万,并且现在手中拿有宝奕荣影业的25%的股权,也就是说,任晓妍现在除了是王宝强的新任经纪人之外, 还是他事业上和生意上的合作伙伴,舆论漩涡之中,看来王宝强的新经纪人,任晓妍,是没什么时间旅行和读书了,不过这颇为文艺的话也并不是废话,书上的古典小书情节在现实上言,一次糟糕的旅行,不是看不见新奇的风景,而是遇上了讨厌的人,身,体和灵魂,往往不是在一条路上。 公司简介北京宝易容影视传媒有限公司,成立于2010年,是一家专业从事影视项目研发,策划,制作,宣发,一人经济为一体的综合性传媒公司,公司尊崇勤思,独行,厚德,创新的企业精神,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,打造有情怀,有深度,有意义,深受百姓喜爱的影视作品,为企业经营理念。 该公司的创始人是王宝强,不过CEO是任小言,2014年任小言游乐视跳槽至宝易容后,自然原股东变成马荣和任小言,宝易容公司的注册资本,也有五百万增至一千万。 2015年8月,宝易容营业再次增资,注册资本由一千万,增加至两千万元。 今年3月,宝易容的股权结构,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动,王宝强代替马荣成为公司的自然源股东。 一并进入的还有宋哲,原本持有公司75%股份的马荣,在变更股权后比例为0%,原本持股为0%的王宝强则改持62%的股份,原本持股为0%的王宝强前经纪人宋哲改为13%。 任小言依旧持有25%的股份,任小言是高财女,或许不少人猜测,任小言是王宝强的亲戚表妹就是出于此,目前没有经过证实。 不过宝易容成立之初的股东,就是马荣和王宝强的哥哥王剑勇,此番经历身边最亲密的人的背叛之后,使用自己人也是情力之中。 更何况不少明星的经纪人用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是父母,而任小言短短短两年之内在保育容公司里的职位提升不可为不换。 不过呢,可能性也不是很大,因为王宝强家很穷,怎么可能有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财女表妹,王宝强只是小学文凭而已。 据猜测,任小言有可能和王宝强的某位男性家人有一定的关系,但这仅仅是网友们的猜测,两人真实的关系不明。 从小便挖到的几张照片来看,任小言的素颜颜值不算太高,比较的普通,就像一个邻家姑娘一样,亲切感十足。 而化过妆之后的任小言,还是比较漂亮的,虽然赶不上明星那么的亮丽,但也是小家碧玉,比较有女强人的气势。 这回王宝强找了这么一个高学历,高智商的经纪人,估计事业要定征日上了。